好 我们今天继续讲这个面板数据的内容 那这部分内容的话呢 我们也是分成这样的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要辨识一下概念 先理解一下包括像什么是数据类型 然后呢面板数据做了哪些模型 那再次来的话是介绍这个面板数据 以实现的叫长面板 长面板的话那就是时间系列比较长 时间是这个维度比较长的数据叫长面板 那普通我们研究的实际上面板数据 传统意义上的面板数据是短面板 就是面板个体无穷多 不是个体比较多时间比较短这样一个 好 那为什么引入面板数据呢 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存在的一些叫做不可观测效应 比如说一个运动员 他这个能力的话 不可能直接观测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他的一些表现 感受到或者记录下来 那还有一个是姐姐遗漏变量 首先不可观测会产生一些遗漏变量 另外呢就是说还有其他场会产生一些遗漏变量 再下一个就是说个体信息比这个总量信息分布 就像以前给大家说的说那个 张家有才一千万 九个年纪穷光蛋 如果你只看这个总体信息平均值 每家没有一百万 当然你看到个体信息的时候呢 这边是一个要发生这个革命的地方 除了钱都财务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 其他人都一分钱都没有 都一无所有 这是这样一个 隔离信息比总量信息更丰富 那单纯恒结变跟时间系列 不能检测一些效应 比如说单纯恒结变的话 你就去像政策 我们经常是说几两个时间 就政策前政策后 那如果你只是政策前的 或者是政策后的 你就对这个政策的效应就没法检测出来 这是像研究政策 对一个一个社会的影响 还有时间系列的话呢 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单个人的时间系列 跟两个人的时间系列 合并起来的话 就可能个人能力会影响 比如说考试成绩方面 这个就可以体现出来了 如果你单个人的话 就没法做这样的一个分析 是吧 包括说像刚才红结变的 就是你去做这个统计文件的时候 问人家满意不满意 结果回答上来 都挺满意 那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关键每个人的对满意的 这个定义的那个标准不一样 就他的那个相对的那个基准不一样 是吧 所以如果你比较有这个联系调查几次 那你就可以比较判断了 说每个人他对满意的 那个满意就什么 比较容易满足还是比较不容易满足 是有区别的 所以这个人认为他满意 那个人认为不满意 可能认为不满意的 他给你打的分还更高 或者说实际上他的网 更更那个什么 就现在这个意思 如果有个结对值的话 因为他每个人的那个基准不一样 有这样一些问题 那引路面板书记呢 可以可以侦测到 因为我们有更多的信息 所以可以这个提起更多的 这个信息出来 更多有用的信息出来 那面板书记分析呢 从软件 euse这个角度的话呢 是这样的 第一个呢他提供一个叫做合伙对象 英文叫普 中文翻译的话 各种翻译都有 我就翻译成这个合伙 那合伙呢叫做长而载 长而载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比如说几个国家的GDP 跟其他的利率啊什么之类 那这个特点就是国家数目相对比较少 但时间呢可以比较长 比如说几十年 国家呢只有几十个 或者像G20G7 这样就这么几个 这样一种 面板书记 那这种呢就称为长面板 就是时间维度比较长 再来一种呢就是 euse提供的叫面板工作业 帮我们组织 传统意义上的或者 有人称为真正意义上的面板书记 面板书记呢就是指这样 就是说 一般的面板书记呢 T跟N都可以随意 但要记住 在进行理论分析的时候 大部分面板书记呢 都是考虑N7相应无穷大 T是有限的情况 当然了 现在的这个比较这几年的面板书记分析的话 考虑都是T跟N都7相应无穷大的情况 因为前面再给大家讲这个回避分析的时候就给大家讲过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有限状态下的有限那个那个观测下那个那个分布 我们没法确定出来 然后就采用大样本的渐进分布来计算 所以现在大部分新的都是采用两个都是可以七相无穷大的情况 那当然了这个待会我们可能还会提到 就是说其实现在的面板书记 基本上所有的模型都假设个体既然是独立的 就是我说理论模型 包括说软件实现 但是他现在大家在用的时候呢 实际上都用得很乱七八糟的 这是个现实 比如说中国30个省的面板书记 首先他不独立 第二呢这个严格一不扔掉面板书记 你这个样本容量太有限 你的总体也就三个 30个30个就出来了 对不对 如果要我是说你要做统计分析 你要你是把N7相应很大的一个数 所以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不满足的 所以不要这个 现在很多东西就是说应用的话呢 被人家瞧不起的一个原因 就是应用的时候有点乱用 实际上应用要用得好的话比理论还难 因为呢理论我就假设N7相应无穷大 假设什么就可以把很多东西推掉 但是应用的时候你不能假设掉 没办法你这么数据那怎么做呢 你要做很多其他的工作 比如说你要再去做其他的仿真 再做其他的很多东西来 再假设说来验证说我就在这个样本下呢 我这样的一个统计量是可以信任的 是稳健的这个意思 那两个工作的话呢 是基本上一百块文章是990 一万篇文章是9999篇文章没有做 有做了一篇的话呢 往往有时候也是呼隆一下的 当然就个别其实比较少 确实能做 而那真正认真去做 才真正去发现一些问题 才真正去带来一些新的见解 我们说的是实际的 那首先呢 我们刚才说的第一部分 进行一些概念变析 这些概念的话呢 一些都可能大家都蛮清楚的 那另外先给大家稍微说一下 比如说数据类型的话呢 我们知道数据类型 我们常用的是如下这三种 一种叫做横接变数据 那一种叫时间系列数据 还有面板数据 但是这三种数据各有什么特点呢 比如说你 我问你这三种类型数据各有什么 他们最本质的特点 或者最显著的区别 跟其他数据最显著的区别 或者自身最特有的特点是什么 你一下子不一定能想起它 这下要给大家辨析的一个 就是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 其实这连连的话 包括说这个硕士 也好博士的论文答案 多很多人中枪奉毙 当然我们不是说不让它过 两回事 就很多人对这个概念 真的还没理解 还没理解对 那甚至呢就是我以前给大家说的 哪一年我忘了 雅燕的硕士 他前面有好几页的文章论证说 我们要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结果他待会给我估计出来 结果摆在那 还把那个软件数据给我复印上来 我一看 他估计的是固定效应模型 也就是说 他对软件的操作他不理解 就是软件反正我点一下出来一个结果了 或者打个病出来的结果 但那个病里面的 那个显像是什么含义 那他没有对上好这个意思 这种的话这个这个 那好就是说 选择 首先是如何选择 选择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还有呢就是说 我们现在很多同学都做的论文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 只要某个检验季节的随机效 然后就是选择固定效 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 现在的话大家都是这样来做 因为大家现在说白了就是整个邪书界有点这个 这个 有点要异化 花论文变成惨略化 每天都可以 基本上每天都收到这个email说 可以帮你写论文前程这个什么 你只要交钱 连血连花连什么都是帮你做完 经常基本上每天都能收到这样的email 所以现在呢 这个这个很多东西都变成一变万 会变成那个的 包括扯眼一点就是说 像现在经济学院 你只有花那几个开户才能平支撑 不然就不可以 那这样他就把那几个开户给搞死掉 为什么大家就要么就是说 因为那个开户比如说那些经济研究一年一期就花十几篇 一年十二期也就一百四十多篇后一百五十篇对吧 然后大家都想几件机呢 结果大家就可想可吃了 就不想说太多了 而真正一个好的 我这点我是比较配偶像北大也那些做 就是说我们是世界第一怎么个第一 如果美国如果欧洲你要研究我中国问题 你就来我北大经济研究 你再来我北大光化学管理学院 我就是世界第一了 我干嘛要比你说我在什么AER 我在哪里花多少文章 这才是一种自信 而我们呢是拿自己的短处去跟人家的长处比 然后你去跟人家画AER 你首先英语不如人家 第二你的数据 包括我以前这个 一个同事 他写一篇很好文章 投到那个JF 就是金融所谓的最高刊物 人家说你这文章很不错 但我为什么要关心你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关心你这个中国的问题 或者为什么那个 你这没那个 是啊人家那刊物 人家那刊物是美国金融协会的刊物 我为什么对吧 我处理很闲 我才可以关心你中国问题 我是关注美国问题啊 没错 人家这个这样出发点也没错 本来这个刊物就是这个协会的 对吧 说了这一次 所以我们先不不说太远了 先把数据给大家辩语一下 三类数据最常用的 第一个是横接辩数据 往往要求说同一个时期 多个个体的观测数据 但记住这个同一个时期的话 并不是时间是完全一个点 大家知道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做一次人口普查 工作量很浩大 技术好像动用了说什么 三十万还是多少 还是上百万的这个什么调查研 对吧 比如说这个三十万一个省 一个省一万 然后这个再混到下面 因为他虽然动用了这么多人 还需要经过半年的时间才能统计统计结束 因为每个人要填很多很多表跟那个什么 所以这个同一时期记住 不一定是一个时间点上 可能是一段时间做出来的 所以他们一个通常的假设就是随机抽样 就各里面是独立 就是横接辩 我是说通常的假设 当然现在就说越来越多了 不要像研究这个经济 特别是七亿经济或什么之类的 比如像空间相关 就是说福建跟浙江跟江西跟广东比较靠近 然后他的这个相关系组会高一点点 然后他的GDP运输啊 或者各方面的人的流动啊 财务的流动啊 会比较多 这样一个叫做空间相关的一个概念 当然还有其他的 那时间系列数据的话 就是同一个个体多个时间的观测点 这点相对比较没有疑问 但是时间系列有什么显著特点呢 就是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实系性 这个观测的话呢 有个先来或到实系 就是说你不能把这个1990年的观测 放到1948年之前就看得到 这是绝对不行的 特别是这个金融 在研究金融问题的时候 这样做的话呢 是会闹笑话 因为呢 假如说我已经知道了 这个明年股市会涨 我今年去借上10个亿 100个亿 我砸下去 肯定是赚回来的 所以这个呢 有个东西叫做不能吸的Future 你不能没有 不可能看到未来的 或者时间系列的一个特点 就是你的一步一步来 有个时间的先来或到 再一个是频率 就是我们抽样的时候呢 采样的时候呢 有每天的数据 有每周的数据 每个月的数据 这样 这样一个频率的一个气氛 那他这个带来一些麻烦 往往是说 时间上有前后的依赖关系 依赖关系指什么 比如像这个系列相关 比如像这个条件一方差 就是我们前面写到 像阿玛就是为了解决系列相关的 然后阿姐就是为了解决条件一方差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 那变版数据呢 是同一组个体 比如说我们班的这么 现在这么多人 然后呢 每学期的成绩都记录下来 这样的话呢 就产生这么多个变量 一个呢是每个人 个体一个维度 另外那是时间 每学期 再来一个维度呢 就是变量 因为我们记录每个人的话呢 比如说 像身体方面的身高体重 考试的方面有成绩 就每个东西都是一个变量 对吧 所以这变成是三维数据 从这个角度看是个三维数据 前面这些是二维数据 这是时间系列 那面板数据的话呢 有几个概念 你稍微说一下 就是引起非平衡 非平衡是指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 设计出来的数据呢 不是慌慌症症 就是说有的同学 他可能中间 比如说一些考试没有考 或者中间修学了 所以呢那一段就空掉 然后他又回来 又回来这个这个 继续学习下去了 所以现在那些成绩又有 在这种非平衡 就是说可以引起一些东西少掉 另外呢就是说他有缺点呢 就是设计跟设计成本比较高 还有呢有个叫做 叫做选择性问题 选择性问题的话 比如说这个自我选择 就是说如果你对某一方 比较那个感兴趣 你可能去那边做的比较 就造成那个样本的一些偏差 还有像这个就是说 你调查文件的话 可能就出现这个什么这个 没有回应 就是说你每年都要同 因为是片版书记 所以你每年都要缩急 对吧 但是有时候他就出差了 他去度假了 你没了时间你收集不到书记 还有一个就是像磨损 你调查家庭 结果那家庭离婚了 或者说整个家庭出车后死掉了 就这样一些叫做磨损 就是消耗掉 这只是 收集成本高 然后还有书记会存在这些问题 还有像宏观书记 还有个很大的问题 经常会叫什么叫做修改 比如说我们过完几年都会把前前几年的什么 GDP的增长率修改成百分之八 修改成多少 说是我们那个时候少统计的什么 少统计的什么 当然这种有时候修改的话 有时候有意思 有时候也完全没意思 人家在嘲笑说我们以前也没有什么 记你的GDP 也没有什么的GDP 现在你再修改进去 这个就是 就是因为我们包裹上GDP统计口径肯定会变的 80年代跟现在的统计口径会变 对吧 因为那个时候 有些东西我们也没能力统计 也不知道 有些那个一些产列都还没发展起来 这个意思 那这也是个问题 当然这个呢也跟时间系列有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这个问题应该说是最妥大的 横接面相关 因为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 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接触到的这些 只要是面板数据的模型 100个 99.99个 都要假定个体是独立的 特别是 像什么面板单位跟假设 面板那些什么假设 所谓的第一代那些面板 全部都要假设独立 都要假设个体独立 所以呢我可以负责任的高大 现在包括像什么 什么中国经济 那些什么亚兰量评论 最好在看我的文章 那个实际上都 都是瞎白 因为他用了那些统计量 跟用那些模型 多一次先假设 假设这些独立 结果呢他用的是 中国30个省的数据 什么中国都要量量些什么 然后在那边回归来回归去 明白这意思吧 就说如果你那些工作没做的话 就说你这个 就像我现在亚兰说 我们回归分析吧 都每个东西都有个假设 对吧 你基础的角色都已经违背掉 你得出来结果的话 可信不可信 你还要做其他的处理跟分析 但他们都没有做 就开始用那个来搞什么 政策建立啊 或者搞什么 当然了我说很难听 目的他们实际就是 搞出一篇文章来 没有其他的 但这个跟 如果跟真正的科学研究 或什么之类是相继胜利 当然说 作为我们这边的同学说 要得个 要拿个协位 写这样的文章 是做一种座位跟练习 是理应理解的 但是呢 为了那个去发表 我就觉得是另外一种 一种那个 道德问题或者什么问题 或者说这种这个 不展开太多 一收出去 反正视频的方网上 一些同事也在看 对 亚安有这个 有几个老师也在看 我不骗你们 比较新的老师 因为他们看过 然后呢 变成了还 有几个老师 跑来我办公室向我要输 同事之间你就能送了 我说我第一次送出 我自己掏了六千多块 因为买一套的话 一百一还是一百二十 就当时打车打到这么多 然后买个这个这个 六十套不六千多块了吗 都送完了 好 现在我们说一下这个固定消耗 与传统的那个随机下 传统上呢 就是说把不可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面板数据里面 实际上就是要解决这个 不可观测的这个成分 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动机 也是他最大解决的一个一个 也最大成功的一面 就成功在这里 然后呢 传统上是把不可 不可观测成分 当作带骨参数时 称为固定消耗 然后把它归录到误差向上 称为随机消耗 这是传统的一种说法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看 就是我们现在如果 对他理解后 应该 要怎么个说法才比较正确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现在经济观点呢 就是说 把吸音 理解成随机变量 为什么我们现在都是研究 比如说 你回归 那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对吧 我们现在把吸音单独出来 因为吸音是个解释变量 是被遗漏的 经常是没法直接观测 是吧 如果我们写的这样 吸音呢 当然就是个随机变量 不是个 不是个就是说 常数或者什么 细数那样的感觉 对不对 既然你把它当成遗漏变量 那肯定就是说 是个随机的 就是说个体的话呢 因为我们每个个体都相当于是随机错样 然后呢 个体的那些值 当然就跟着是随机的一个值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假设 先给大家再辨习一下 首先强调就是说 不要忘记模型假设 第一点是这样 就是说 固定效用的话呢 是说的是 当这种叫做抑制性 抑制性呢 是指每个人的能力 比如说运动员 这个一批运动员出来的话 能力肯定是有点高低的 有人高一点 有人低一点 但是呢 你没法直接观摄出来 你经过 经过多次比赛 记录这些成绩以后 你就把它鼓记出来 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呢 它是固定效用 就是它这个呢 不随时间变 但是呢 很多书 包括网上都会说的 而且呢 跟解释变量 这些解释变量相关 实际上呢 不需要 固定效用 它只需要说 它不随时间变 这个什么意思呢 CNT等于CN 表示什么意思呢 CNT 就是说N 表示个体N T呢 表示DT个时间 比如说DT场比赛 那也就是说 如果它这个能力的话 那我们一般认为说 它在比如说 一年两年之内 它这个能力呢 是基本上稳定的 这是一种 比较合理的假设 对吧 我们如果不做假设 一直变 你就没法做了 好就是它这一年 的话呢 它这个能力变化不大 所以呢 就是认为它是个常数 另外呢 它质疑它跟解释变量相关不相关 我们知道 没关系 因为呢 我们要把它放在 就是说我们要放在这个 作为这个解释变量里面的话呢 我们要加上A1X1 加上B2X2 这样的一些东西的话 我们不用关系说 这几个解释变量是不是相关 对吧 除以说高度线性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个是估计不出来 那因为传统的报道说都写这个 所以这个呢 我都要给大家提出来 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是不需要的 如果它不相关 那更好 更好估计 如果它相关了 只要不是完全贡献性 而且这个也不大可能完全贡献性 为什么 因为它等于一个常数 完全贡献性 离其他也是要等于常数 对吧 所以呢 主要是看的是实变实不变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假设 其实这个个体的效应呢 也叫做heterogeneity 或者叫做individual special effects are uncorrelated with independent variable 那这个呢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假设说 不可观测的这个效应呢 首先 跟解释变量呢 不相关 大家知道跟解释变量不相关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移到 误差项里面去 是吧 因为如果 跟解释变量相关 你移到误差项里面去 就肯定 肯定不行 就会所谓的 略生性问题嘛 好 所以呢 在这边我们处理的时候 基础是要假设它的 金值为零 然后呢 跟解释变量不相关 就是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模型 假设到底是什么 这点非常重要 也是它的经济意义在哪 的一个出发点 的一个那个 那再下来是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又做了些 解释 这些解释我 因为是这样 就是说 上学期我整理一下 这些期太忙 我只在下午把这整理一下 所以还没完全整理的很 那个很清晰 有的 有些有些幻灯片 跟跟前面有点重复 那没关系 等以后我会再继续这个把它 改进的 就说像这个 谁的那个书呢 伍德里奇的有一本很出名的书 叫做 名字鬼有忘了 是MIT出版社给他出的 好像叫恒例变数据分析 还什么之类的 2013 2013 2013出的第三版 还什么之类的 他引导 就说 关键是看 不可观察成本 是否跟这个相相关 但我最近 我自己的思考 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呢 他里面缠出的 随机相应模型 跟固定相应模型 就我刚才说的那两个假设 那两个假设的话呢 其实关键的是 是否是变 因为他如果相关 如果不相关 我照样可以用固定相应模型 只要他不识变 就像来说这个人的能力 他不识变 我就可以用固定相应 就像个相应是固定的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如果是识变的不可翻车成本 就他这个完完全的随机变量了 以解释变量不相关 还有一个还要需要这个假设 就是净值为0 才能把它放到 误差下里面 因为误差净值为0 这是一个 一个假设 如果净值不为0的话 那就像那里面 又包含了那个固定相应的成分 对不对 就是你要把净值拿掉嘛 因为每个人的净值 为什么要一样呢 不见得啊 是不是 待会我再给大家提 这个时候呢 所以就是说 如果要用随机下呢 必须净值为0 而且我们以后会发现 就是他真正估计的模型是0 净值 而且这些叫条件同光差 就真正带来到 所有软件 甚至所有的理论分析 在设定的时候 是这样来设定模型的 再一个是这一个 就是说 主要是实不变 我们刚才说了 引起解释变量相关 采用固定相应模型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 比如说 有个很好的例子 刚才说了 就是说纯随机下用模型 我还没找到好的例子 但固定下用模型 可以找到例子 就是什么 就是说 因为我们人的很多东西 是受基因控制的 那我们一般来说 认为的话 你在一段时间内 基因是固定的 对吧 当然基因会变一点点 比如说你 因为你生活环境 或者受到一些像宇宙 这个核辐射 或什么之类的 这个基因会变 那是 那是另外的情况 平时你可以假设 基因是一个固定的 对吧 让我们知道 按现在医学的观点 或者生物学的观点 基因就决定你的某些东西 比如容易 容易冲动 容易不容易 这个 本无种病 容易什么之类 就决定 那个决定的话 就是一种常数的决定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基因不变的话 那个影响是固定的 这个意思 就是说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 可以用固定性的模型来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基因 影响那个东西 对这个人来说 在不同 在不同时间里面 是确定性的 这个意思 所以呢 我提出了一个 现在呢 也不是提出了 就思考到这样一个东西 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发现文章做这样的模型 那这个做起来也很简单 如果这边有同学感兴趣 能找到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例子 你可以去做 需要有帮助 可以来找我 这个呢 是这样的 我们稍微讲一下 大家可能明白 这种文章肯定可以 花很好的刊物 不用感谢 为什么 因为思想挺好 就是说 不可观察性 我叫什么 单向双效应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不可观 不可观察成为我们 给它分解成两部分 一部分的吸音 就像它的金子 是不随时间变化的 然后一部分是WNT 它会随 它金子为零 它是像那个随机变量 然后这一个的一个解释效应的话 就是说 这一个是固定效应 这个是随机效应 然后怎么来说呢 比如说我们看了下 研究研 研究一下运动员的这个表现 就可能真的需要双向单效应 怎么跟双向单效应呢 运动员的能力 在一段时间里 我们假设它不变 这是比较合理的 对吧 但是运动员的花灰 每次比赛 花灰程度 其实可以认为一个随机变量 明白这意思吧 就是说 它的这个水平 我们看不见 看 这不是 你直接说不出来 但是可以通过多次比赛 把它测量出来 也认为我们面板数据 要做的这个事 所以呢 判一个是这样 就是说 能力呢 我们可以假设为固定不变 实不变 但是呢 它的这个这个 灵场花灰呢 是一个随机的 因为灵场花灰这种 有时候好有时候坏 这是至少说大家 直接上是有这种感觉 对吧 所以呢你可以 比如说你收集一些足够多的数据 做这样的模型 或者做 或者说像我们经济的一些问题呢 也会存在这样的一些现象 它有一些不变的 有些会变 你说 那它那个时间的话 就要限定 比如说你时间不能跨度太长 不能跨度太长 指的是说 你不能从他六岁到六十岁啊 比如说他这个二十岁 他学业生亚也没经历 对啊 我是说 所以我是那几年就假设 他的那个能力不变嘛 或者那几年的能力 你可以把它扣成一条 一条这个 起线出来也是把它固定下来 哪怕完全不变 就是说 每年你可以变成每年一个点嘛 比如说 比如说你通过大量研究 发现一段有这样一个特点 20岁的时候 这个 比如说十几岁的时候 开始涨 涨到20岁 然后20岁到20岁的时候 开始下降 你可以把它扣成一条 固定的直线出来 固定的起线出来 那个也是要固定效应 一样的不用担心 那个 就是说你 你只要把它能基本上固定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他一段时间 你可以认为不变 这几个例子 就是说给你那种感觉 给你那种思想的出发点 或者给你一些火花 你可以去找一些 可能更符合这样一个模型的数字 例子出来 这意思明白了吧 我是假设运动员不变 就是说 我说刚才说是基于一定的合理性 比如说他 有的运动员的话 比如说是 像你说的 他游泳 他这三年年 他参加的这个 每个月都参加一场比赛 那就三四十场比赛 一年十四来场 对吧 那就可以 在这样的 应该可以可以比较那个 好的一个一个记录他 然后当然你这样还要记录其他的一些变量 不能说只是他的比赛成绩 还要其他的一些 包括他的这个 可能像这个 甚至像这个当时场地的一些温度 或什么之类的 还有他他当时那些 体重身高跟各方面的一些东西的一些数字 还有前面的信念跨度多少 或者就相关的那些变量都要记录下来 你就可以做 相当于这个意思 我是说这边是给大家理解说 有可能这两个效用同时存在 是吧 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这两种相应 不是灰尺及笔的 为什么我这边强调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文章文献的话 基本上说只要不是随机就是固定 不是这样的 像刚才大家看到 既发安随机又发安固定 然后呢还有一些情况下的话 那是面板数据根本没法搞定他的 在这边说了 一不相交但不是灰尺及笔 也不包括所有的强部意识教育 另外呢不是万能的就是说 比如说运动员的不可观察效应的话 假如说连长华为可能跟其他解释变量相关 而且呢连长华为的话呢 随时间变化又一解释变量相关 那就麻烦了 麻烦在啥呢 你就既不能处理成固定效应 又不能处理成随机效应 处理成固定效应的一个前提 是他实不变 他实变了 处理成随机效应的一个前提呢 是他不能跟解释变量相关 对吧 他又跟解释变量相关 明白这意思了吧 所以呢很多东西 反正现在看到文章是说 就这样我刚才说 现在反正大家就拿个武器 然后这个找个 先找到一本大炮 然后找到一个打的地方打一下 然后照上照片 就是一篇文章 差不多这样一个一个 这样一个事实 但是呢 因为我们这边是拔尖写生 我是不希望大家做这样的 比较浪费青春的事 还是多点去思考 多点去写点那个 挖解一些经济含义的东西 或者什么 因为你这样的话 所以说白那样的文章 什么都不是 说是剂量 你在剂量上没贡献 说是经济鞋 你在经济鞋也没思考 也没那个 最后就是说 最后的话就是一篇 所谓的一篇文章 记住paper这个单词啊 字也可以解释成废子 是吧 变成一堆废子 好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面板数据的一些 内容 这个下面这几页是跟我这个 讲义上有些 有些那个 重复 然后呢 给大家说一下 像讲义这边的话呢 是什么个问题呢 就是说面板数据的话呢 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像这边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是什么假设的呢 就是假设我们这边有六个员工 六个员工的话呢 有这些图上的 比如说第一个员工是这样 第二个员这个员工是这样 就每个员工的话 你会发现呢 每个员工的工资的话呢 都会随着工零的升高增长 但是呢 如果你把这六个员工的数据 全部放起来回归的话 发现 随着工零的增长的话呢 工资降低了 出这样的关系 就像以前给大家讲过一个叫 深谱中的效应一样 就是说个体的期视 跟整体的期视不一样 那如果面板数据的话呢 你就不会被这样的假象 或者叫做悖论所疑惑 明白了 就是说个体的话 是随着工零增长工资在增长的 但是呢 整体的话呢 就发现是这样的 我收集到从这边给出的样本 你整体将不回归 肯定是 互相关下来了 那这样的一些 姐姐 实际上是有什么问题 那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说 姐姐这边边板数据是姐姐遗漏变量 然后呢还可以就是说 把 实际上刚才这边 其实像如果你那整理来看是遗漏的 比如说每个人他可能就说 像协力啊 然后工作年龄呢 这样一些影响 是吧 协力高的起点高 协力低的起点低 而且像这些的话 那这个 工零这么长 然后我们现在才开始统计 是吧 那又是那些都说了 就是提供分析信息 研究动态变化 研究时间系列或者是成绩片不能检测的效应 还有研究一些复杂行为 那切点是成本高 还有样本那样一些问题 什么 损耗啊自选择啊相关的那一些问题 刚才有谈到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这个模型 的设定 就是他是这样的根据不可观测效应的这个 假设呢 把不可观测效应呢 分解成 一 时不变的部分 还有呢 随时间变化的部分也就是说 这个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个体来说 也可以是时期时不变 时期时不变 就是我们每年每年的经济不一样 所以每年的话就是说 对企业的影响的那个 结计可能可能也会不一样 那下一个呢 分解成一个是时间 时间方面 然后呢 还有一个误差 比如说 我们的回归方程还是这样一个回归方程 然后呢 这个误差项呢 分解成三部分 尤其我们现在是面板数据嘛 可以随个体变 可以随时间变 对吧 所以呢 就可以说 这些人呢 可能他的能力不一样 然后呢 每个时期 如果特别是经济 或者企业那种数据 每个时期 国民经济的影响不一样 或者说利利那些什么都不一样 他那个结计也会不一样 或者他的这个技术进步了 使得这个 他的结计会改变 每年每年 技术有点 逐渐进步一点点 这样的一个分解成这三部分 个体 时间 跟 一起有的 那变量的记录呢 就用这个挤震的方式 或者向量方式 这个大家呢 有的熟悉 有的不熟悉 没关系 有的可能对挤震一看就拖大 那记住呢 我们这边是采用这样 就是个体 n 然后时间 然后最后呢 这个是变量 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误差项 把这个不改观测成分呢 放到误差项里面 然后再对误差项进行分解 因此呢 在这边的话 面板数据 是大家比较 现在大家比较通用的名称 叫的名称 特别是在经济领域 但是呢 在其他领域 也叫做这个 特别像统计 统计协家搞的 或者 统计协家搞的 它基本上都叫做 误差成分模型 这是统计协家 然后呢 这个在生物协家搞的话呢 他们的发表的文章 他们写的书的话 叫 中列数据模型 那所以呢 在国内的这个欢迎呢 名称太多了 你可以看什么 平行数据 时空数据 中列数据 什么纵向数据 太多了 但是我还是倾向一句 叫做面板数据吧 那这是一些符号的表示 跟一些变量的表示 这个如果你真的要用这些模型 要把这些搞明白一点点 就是这些符号是指什么 比如像我用这样的话 那表示个体金质 什么什么叫个体金质呢 就是这个人他参加了100场考试 然后这100场考试成绩 加起来除以100 这叫个体金质 另外还有个时间金质 比如说第一场考试 有500个人 第一场考试成绩 加起来除以500 就是17金质 就是第一场考试的金质 所以他有两个方向 对吧 那你在做变量的时候 你可以做不同的这个气温 那堆叠的话是这样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 我们X的话有好多个变量 你已经把它写成一个向量或者矩阵 但是呢我们现在有多个个体 第二个体写完后再放第二个 再放最后再放这样做堆叠数据 就是说用排版的话 可以采用这样一种方式 比较清晰 这个 这是按个体 这是按时期 按时期的话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第一期 第一次考试所有成绩记录下来 然后再考 再记录第二次考试的所有成绩 这叫按时期 那如果按个体的话 那就说 第一个人100次考试的成绩 登记完的话 再登记第二个人100次考试的成绩 就这样排列 数据存储问题 跟你组织的问题 然后跟你在模型计算 当然结果是一样的 那这边再说一下 就是说 编板数据分析的时候 通常研究的是这一个情况 N7相应无穷大 那现在的话变得很多了 这甚至说T也去向无穷了 这是新的一个期视 还有现在新的一个就是说 比较比较最近的一些研究 研究说如果相关会怎么样 那相关的话 他会怎么样 就要做很多种相关的假设 比如说空间相关 所以现在什么 空间面板数据什么也出来了 是吧 特别像亚安一样 有这样一些报告 实际上编板数据那我想说的就是编板数据的这个模型的话 跟方程组的模型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我这边给出的这些编号的话 都是用手工写上去的 跟我这个讲义上或者书上的编号是一致的 你会发现面板数据实际上是方程组模型一种简化 他是相当于把方程组模型中的这些系数 都定成相等 方程组模型的话 他这些系数是随着方程改变的 你可以把每个个体当成一个方程 但是呢我们大家知道面板数据里面是假设 所有的个体都服从同一个方程 就那些参数是一样的 但是呢 方程组里面呢 我可以认为每个人的方程是不一样的 所以方程组的话 实际上 可以 用来解决面板数据问题 而且可以反映出更好的问题 有些情况下 为什么 他引起的自由度更大 明白这意思吧 就面板数据的话 我们假设呢 比如说里面有个X 是表示他这个 复习考试的时间 都假设所有人前面这个V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用方程组的话 你就可以引起 某些人的这个V不一样 或者所有人的V也不一样 都可以 这是方程组 所以说到这的话 面板数据并不是什么 什么高大上的东西了 因为我知道 最有些同学 一直把面板数据看的是很那个 很先进 很万能很高大上的东西 那从这边来看 实际上 他只是个多方程的一个东西而已 而且是多方程的一个限制版本 只方程组的一个限制版本 那常用的简单古迹方法 有什么三种 或者叫这么四种 因为组件古迹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种呢就是说 会拢起来把所有数据掺和在一起 我就不管你是来自英雄不问来路 全部当成所有的数据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一百次考试加上第二个人的一百次考试 全部加起来 最后呢回归 当成 当成是一百乘以五百这样的这么多个观测 进行回归 就是汇集在一起了 不分谁 这种叫做PORS 那这个回归大家都会 接下来我们样本样增加的 原来一个人只有 一百次 现在呢五百个人变成五万次 这样增加了 另外一种呢就是引路抑制性差异 比如说我们假设呢 这个考试成绩受他的这个 IQ的影响或什么的影响 但那个或者他的智力的 或者能力的影响 这个能力呢 那我们没法直接观测 当然大家可以用什么IQ 或者什么这种 来来做一个替代 但大家知道 IQ不完全能能体现能力 是吧 那这样的话呢就有这样一个 假设就是说一个公共的金质 跟每个人的这个特质 他的就是我们说的他的能力 还有这样一个特质之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引路一下什么 这个叫个体雅边量 就每个人加入一个雅边量 这边我只能说一下 没法把那个 完全讲得很清楚 就是就是每个人一个雅边量 就可以把这个估计出来 所以呢叫做 LSTV的前称呢叫 D-square dummy variable 叫做什么雅边量的 这个最小二乘法 那这一个的话 那估计出来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这些几正的话 你要去稍微看一下 毕竟如果你要进行一些理论的 或者说以后经济模型 或者说不同股地模型之间的关系的话 你要把它写成几正形式 然后待会才能比较他说 在哪些情况下哪个古迹怎么样 在哪些情况下哪些古迹怎么样 你才能做比较是吧 再来一个就是主肩古迹 主肩古迹呢就像我刚才说 比如像个体肩 个体肩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人参加了100场考试 我现在只看成一个观测点 就把这100场考试起平均值 只提出他的平均值来 第二个人也是起出他的平均值 这样的话 我现在只有100个观测 500个观测点 因为我们500个人嘛 这就叫做个体肩值 那同一时期也一样 我们有100场考试对吧 第一场考试500个人的总成因 第二场考试500个人的总平均这样 这叫做时期 就是这样来看 所以呢这种主肩古迹的话 古迹下来的话 样本量是相对变得很少 是吧 就变成了100或者500 跟面板书记的样本量没花比 面板书记的样本量就是 一下就增大100乘500上去了 那面板书记或者说 这种最简单的古迹的话 大家看到一个特点叫做疫情故重 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面板书记的话 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很关心的是 这种抑制效应 但是呢我们在揍的时候呢 是先把一字箱消除掉 大家可能更明白 像这个所谓的固定箱 我们先做个插温 就把它消掉了 那插温呢是怎么消掉呢 这边也稍微给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你第一个人的话呢 他有个 他有个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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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就好 不行 第一个人的话他是C1 对吧 然后当然有个T 好 然后那你做个插温 这个C1 这个跟T没关系 C1就会被消掉 你这个Y2T 减去Y1T 这个减这个0加上B 乘以X的 那个E1减去X的E2 是吧 就这一项他就被消掉了 所以呢先把B 谷记出来 然后等把B 谷记出来的时候呢 再用某种方法把这个C 给它谷记出来 是这样的 所以他面板数据的话 我说的这个E 疫情顾重 是这个意思 就本来我们可能感兴趣 它这个E制效应 那我先把这个效应给它消除掉 由于我们有面板数据的 所以把它消除掉 因为它不变嘛 既然离时不变 那我第二个减去第一个 第三个减去第二个 那就把它一项消掉 是这样一个构成 然后再把它抓回来 就通过这样把它算回来 另外呢 我们这个就是说 个体间的谷记 跟POS谷记的话 有这样一些关系 这些关系呢 我们这边不能给大家深入 回去看一下 就是通过那些 刚才那些几震 你就会发现 实际上这个谷记 就等这两个谷记 一个加钱 好 先我们说一下这个 模型里面设定的 这些固定箱 和随机箱 到底是什么 固定箱是这样来设 西音 为什么说它是随机呢 每个人 对于每个人 它是不变的 没错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在抽样的时候 我们假设每个人的 那些东西都是随机的 比如说你是随机抽样 那这个随机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人的值 跟那个人的值 是不一样的 虽然这个人它里面 是一样的 随机是这个意思 那就写实际上就是说 常数项的话 是分解成这两项 对吧 一个这个是全 所有人公共的 这是你自己的这个 特殊能力 那其他的这些都没变 其他这些都没变 就这样 那他的假设呢 就是说 误差跟这一项 也不能相关 不然就有内生问题 然后呢 这边的这个假设呢 就是大家说 人估计出来的 不存在这个贡献性 那这边呢 也给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这个假设下呢 表示说里面不能再包含 实不变的变量 如果里面还包含 实不变的变量呢 就没法识别 为什么 因为个人的能力 不随时间变化 其他一些解释变量 如果也不随时间变化的话 这两个东西 你昏不清 到底是个人能力的贡献 还是那个解释变量的贡献 对不对 一两个都时间 不随时间改变 没变化 你得到的都是同一个数 系数器乘他 两个就昏不开 那最后的话呢 这边是假设条件同方差 那古迹方法的话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个体七金值 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就不说了 还有一种方法呢 叫做一阶差分变化 那这一阶差分变化 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Y2-Y1 Y3-Y2 但是呢 记住这两种方法 这两种方法 的假设是有点点区别的 因为你做差分之后 还要保留那某些特性的话 肯定要对那个数据有定的假设 是不是 那当然就是说 在只有两个关注的时候 这两个是相等的 这是可以证明的 另外呢就是说 如果是前面的那个假设满足的话 采用固定效用骨骑的方式 是更有效的 比这个一阶差分叫FD 或是Difference 那这些呢 你可以在理论上呢 还可以想深入再去看一下 再下来我们说 刚才说到的是固定效用 现在说一下这个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的话呢 是 假设不可观测成分的话呢 这个 首先呢 它是十变 第二的话呢 它是这个 和解释变量不相关 第三 实际上还要假设它的 禁止为0 是吧 只要不相关了 而且含有那个什么 就可以禁止为0了 解释变量含有常数 就可以禁止为0了 那它现在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的方程呢 是这样的 把这个呢 移到了误差项里面来了 移到误差项里面 我们刚才那个呢 在这边 是这一个呢 跟这个是常数项的低位 误差项是在这里面 现在呢 这一项那边移到误差项 就把这个当成unt 因为它这个呢 跟这边不相关 所以可以看成误差项 区别就区别在这 那好 解定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我现在告诉大家 随机需要模型的话呢 就这个名字很吓人 但实际上呢 它实际上呢 就是个一网 那个条件 就是这个 方差结构 不是同方差的模型而已 它实际上呢 这么这么多假设 我们不说太多了 它实际上呢 完全假设 就假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它的方差结构 一种特殊的结构 没有其他的说法 就像我们原来 既有的s一样 就是就是 广义最小二层法 因为它的方差的话 不是那个同方差的 所以它既有这样一种特殊结构 在这些假设下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 它的古迹呢 就是采用叫GLS 这个FGLS 是什么意思呢 它叫做Fegible GLS 叫做可行的GLS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做GLS 古迹的话 就是广义最小二层古迹 我们要先知道 方差几阵 对吧 但现实世界 你不知道方差几阵 所以我们先要采用 某一种方法 古迹出方差几阵 用古迹出来方差几阵 代替真实的方差几阵 我们去估计 而且呢要保证 这种代替真实的 我们估计出来的 那个系数呢 是一致的 甚至是 比较有效的 所以叫做 可行 Fegible 可行的方法 FGLS 这个F值的是Fegible 所以呢 它实际上呢 因为把它归渡到误差下 就会引起误差的 不可能 像刚刚那个同方差 对吧 就会存在一方差 那方差结构呢 就不是个 大胃症那样的结果 就是方差几阵 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没有其他的特别 当然我们如果 你再深入一点点 就是EVUS 引起这个随机效用模型的话 那方差几阵呢 可以很特别 可以更一般 实际上呢 随机效用模型 就是这里面的模型 一个特例 变成了就是说 固定效用模型 引起 一方差情况下的 一种特例 这样的 那这句话呢 你现在可能一下子 不能理解 你要慢慢的去把 这些模型的特点 把模型清楚了 然后对比一下 你就发现 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好了 他的西数古迹的话 有采用这个古迹的话 就会得到这个值 那我书上也有详细的推导 还是给出那个 你就会看一下 那给出这个的话呢 就说我们旅人 可以报告这一个 这一个的话呢 这是误差的方差 这是那个不可观测下样的方差 除以总方差 除以总方差 所以这个叫做 不可观测下样 相对重要性 也是像是说 一个运动员 呃 他的那个那个 发挥的那个 不稳定性 引起的我们这个 最后那个残差的 占残差的 比例多少 这个意思 差不多这样吧 另外这边想给大家说的 随机下样模型 我觉得 其实可能用处 不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什么呢 他假设 看到没有 假设 所有人的 所有运动员的 这个 发挥的水平的不稳定性 是一样的 其实这点是非常糟糕的 想给大家提醒 所以以后你可以做更好的模型 是这样来的 这个假设 大家看到没有 Cn Cn 都等于Xc Xc 是个常数 所有人的 不 发挥的这个 不稳定性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就是方差来代表不稳定性嘛 这个实际上是可以每个人 属于个体改变 不是属于那个什么 就是发挥的不稳定性 是可以是属于个体改变 那样的话你可以用 像我说的 刚才说的PS1 那样的去估计 可以估计的更好 所以我实际就是 就是说 对于变版数据 越清晰 就像有些人说 你对某个东西 越了解可能你越不敢写文章 或者你要写的文章 你要考虑更多的东西 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我相信就是说 我也想大家就是说 能明白 能看到这一点 所以你这一些的话 在做解释 做假设说 就像比如说你想把运动员 或者把什么经济 模型弄成 实际上 你做这个假设 这个假设合不合理呢 往往可能不合理 你一会儿说 又他有区别 一会儿说他没区别 又假设是上海跟福建的 这个这个方差一样 这点我就是不信的 说了这一次了 就你那个估计出来的话 哪怕是一致的 但是我怀疑你是 不是有效的 你做了那些推断 就可能是错误的 记住 我们有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效的话 你才可以 古迹出一个比较准确的方差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做推断的时候 是不是要用到那些方差 就像做那些假设检验 那你方差 比如说古迹的太大 你结果他本来显著变不显著 或者本来那个什么 就说了这一次 所以你的推断那就可能是错误的 说了这一次 但实际上你跟人一起找一找 模型的东西 人家的假设都在这里 不是说这么软件点点点点两下 你结果就出来了 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实际箱 那大家也都不关心到底实际箱指的是什么 所以我这边再次强调 模型的假设 神的这些假设 非常重要 不然你估计出来的结果的话 到时候你估计出来的结果的解释 跟这些假设是相反的 但是你自己还不知道 还洋洋得意 真的 这种我就不说了 一说又得罪人 因为你一说 肯定要具体指标到哪篇文章 问哪个什么事 就像我上次说得罪管一样一些人 什么正相关 所以什么中国就怎么样 那温度前就气温升高 所以中国GDP增长 只要气温升高 就可以GDP增长 像那样的结论 这种文章他一说 就知道谁写的 谁那个 得罪谁都大家都知道 我们就不说了 但是这种我不是骂人 我只是讲一个 我们以事实来说话 也就是说 如果真的你做协议 或者说什么追求真理 研究研究协议 你真的是要去这样去 搞清楚他内部的这些关系 或者机理 对吧 好下面的话呢 就是说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这个随意效应模型的话 是一种 是一种玩技 或者是一种自一自乐 还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随意效应模型的话呢 你首先要古迹 那刚才这几个参数吧 S7啊 S1啊 要古迹对吧 然后它的古迹方 有这么 三种 当然有好多种 还有像如果你看其他书 可能有十来种 但是EU只提供了这三种 但是呢 就这三种 包括说所有的面板书 的书 包括那个什么 什么 B-A-L-T-A-G-I 还是谁的那个书 那个谁 或者包括 我跟肖老师那书 他都会谈到这三种 因为这三种是最经典的 你看 都是七十年代 还有一个八九年的 或者是最那个 但是他每本书都 或者每个都没有告诉你 这三种方法应该怎么来选 应该选哪个 肖老师好像现在还在下达 这这这这几天又来了 真的是这样 没有没有告诉你 就是说你应该怎么来选 选择这三种 三个这个这个方法 至少我现在也没找到 所以 里面还有这么多 每篇文章都有一些 黑暗的东西 是这一些 到底你选哪一个 实际上有时候呢 就像我们刚才 以前给大家讲那个 幼逆论 大约跟简案一样 你选普通话 是要得到结论 可能是相反的 这个意思 但是呢 这个 所以 这是里面呢 又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我说的是 我现在书上说那种 随机简案的模型 因为它假设是太 太严格 或者说太可能 不接 不不 不不 不那个 不接近事实了 然后里面呢 还有那些东西要古迹 就是这些 可能要古迹嘛 你计算的时候 肯定要古迹嘛 那下面的话就是比较 就是我们做理论上来做比较 就是它实际上呢 就是说如果这样来比较 就是随机简案 就是随机简案 叫做准弃均值 我们刚才的那个叫什么 固定消耗毛 就是弃均值 就把那个 不可观察下降给消掉了 对吧 那随机简案的话呢 准弃均值 所以我们去 去比较它这个 古迹得到那个结果 然后把它用分析 就是比较这两个呢 大家就发现它实际上 就像在做这样的一个古迹 这里面做 做这个均值之后 再进行古迹的结果 跟它是相等的 这个证明不然 我那个 我的讲义上好像 也有给错 就是你先数据做这个变换 然后再去ORS 得到的古迹呢 就等于F1的古迹 就是固定消耗的古迹 是没区别的 就两个就相等了 就寄正形式 就一模一样了 所以呢 大家就会发现就是 如果T比较大 两者呢 就 这个古迹的结果很接近 然后呢 还有这个XC 如果比这个比较大 也就是说 个人的这个 这个 整体的这个 发挥水平 如果越不越不平稳的话呢 发现呢 越期间的这个固定效应 但是这边比较 这些数据呢 记住比较是B 这个参数 而不是CN那个参数 记住了没有 比较是B 就是我们刚才的模型设定的话呢 这边比较这个参数值的是B 这个参数 不是前面这个CN 在这边的CN是当随机变量 没法估计的 它金字等于零 随机变量 它只影响到这个荒差 那在这边的话呢 在固定效应里面的话呢 这个是变成一个参数 因为它这个固定值 所以就变成 当成像参数一样 可以把它估计出来 说的是这个B 就是B的估计值不变 B的估计值 用两种方法 如果时间T很大的话 估计出来很接近 说了这意思 所以是指什么 那个系数很接近 或者说7建立它指的是什么意思 指的是B 而不是那个CN 那应用实力的话 已经是时候 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再给大家讲个例子